武神主宰,第五千四百八十九章,万魔恋星,面对十项鬼族等人焦急的提醒,魔力眼神中却是涌现出来愈发疯狂的神色来。 退?开什么玩笑?我魔力第字典中,就没有退这个字。 魔力嘶吼,她眼眸赤红,也知道自己到了生死关头,一丝前所未有的狠力,自她的眼底一闪而逝。 想承报我?那就来试试。 万魔恋星?我为什么? 哄,一丝恐怖的魔之气息从她身体中瞬间爆发而出。 这一刻,魔力也顾不得隐藏自己阳间人的身份了,滚滚魔气浩瀚涌动,疯狂炼化石荒大地的本源气息,并且将这一股本源气息不顾一切地炼化成属于自己的力量。 狭路相逢勇者胜。 魔力很清楚,以她的修为和肉身,强行承受石荒大地这一道投影本源是根本不可能的,唯有将其炼化成属于自己的力量,才能一点点获得优势。 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现在的她,只能进,不能退,必须将石荒大地的本源迅速转化成自己的力量,并且,这个转化的速度,还不能比石荒大地灌输的速度慢上。 啊! 七粒地惨叫声中,魔力不顾一切的炼化,滚滚的阳间之气本源,疯狂流转。 哄! 阳间之力赤胜,宛若油脂在燃烧,石荒大地浓郁的大地本源,被她疯狂炼化,涌入身体中吸收。 刹那间,魔力身体中的气息,以一个惊人的速度提升,一股永恒秩序的气息,从她身体中,瞬间绽放了出来。 永恒秩序镜 魔力地修为,本就已经接近超脱第三重的永恒秩序镜。 如今在吞噬了石荒大地的一丝本源之力后,她的修为,竟是迅速突破了超脱第三重,永恒秩序镜。 第三重永恒秩序镜,是以自身秩序演化领域,形成属于自己的强大能量场。 恍惚间,一股浓郁的吞噬气息弥漫,直接覆盖住了石荒大地的身躯。 这股吞噬气息以魔力为中心,覆盖方圆万丈范围,甚至连石像鬼族等人也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吞噬力量,仿佛要将他们身体中的力量给吞噬掉。 吞噬领域 众人骇然看着魔力 这领域太恐怖了,竟是无时无刻都在吞噬四周的力量。 而除了这股吞噬气息之外,还有一股赤胜的魔气,宛若一轮黑色的烈日,悬挂天际,绽放恐怖的魔光。 魔之领域 两种永恒秩序规则 是双重领域 不可能 一尊超脱怎么会拥有两种不同的领域 石像鬼族等人都面露亥然 在魔力地魔气灼烧下 他们就像是被一轮深渊烈日照耀着 浑身肌肤都发出痴痴声响来 阳间之力 对于明界的鬼修而言 赤胜的阳间气息那简直就如同毒药一般 你 你是阳间之人 如此浓郁的阳间气息 啊 此时石荒大帝也终于认出了魔力阳间人的身份 瞳孔骤然收缩 淒厉嘶吼起来 他那被魔力捆覆住的手臂不断冒出道道青烟 上面迅速腐蚀出来一道道的窝口 以石荒大帝的大帝修为 如果是全盛时期的投影分身 即便魔力来自阳间 即便他的吞噬之力再强 也根本不可能压制住石荒大帝 可现在的石荒大帝本就身受重伤 在被秦晨逆杀神剑的恐怖杀意贯穿了手臂 他那手臂在魔力赤胜的力量下顿时融化了开来 啊 他疯狂挣扎 试图从魔力身体中将自己的手臂抽出 当时无济于事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臂被魔力一点点吞噬 炼化 最终 扑的一声 他的手臂瞬间断裂 被魔力整个吞噬 哄 魔力将石荒大帝的一只手臂直接吞噬 身上的气息陡然再度攀升 一瞬间跨入到了三重超脱中中等强者的地步 哈哈 爽 太爽了 魔力浑身鲜血 伤痕累累 壮若蜂魔一般 不顾一切的吞噬 也令得他身体千疮百孔 到处都是损伤 可他却没有丝毫的痛苦 有的只是无尽的兴奋 吞 吞 吞 老子要吞了你 魔力疯狂看着石荒大帝 一双眼珠子都绿了 仅仅是一只手臂 就能让自己突破那么多 那将他整个投影全都吞噬 又能提升多少 三重超脱巅峰 还是 准地 呼吃 魔力的呼吸顿时急促了 看着石荒大帝 就好似看着一个绝世大美女一般 那赤裸裸的眼神 令得石荒大帝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不好 跑 石荒大帝心神颤抖 此刻的他被魔力盯着 莫名地感受到了一丝不安 身形疯狂要冲出去 困住他 士魂鸣虫等人见状 急忙力喝 轰轰轰轰 无数黑色锁链袭来 缠绕向石荒大帝 不 石荒大帝怒吼 疯狂挣扎抵挡 可任凭他如何抵挡 这些锁链 却如同珠网一般 一点点缠紧 将他死死捆覆 啊 七里怒吼 响彻死海底部 龙游浅滩遭虾戏 虎落平阳被犬欺 石荒大帝从未想象过自己堂堂远古大帝 竟会有如此狼狈的一天 而这时 魔力如同恶鬼 已然狠狠扑来 老子吞了你 哄 在他七里嘶吼声中 魔力化身无尽黑色天幕 瞬间将石荒大帝彻底笼罩包裹其中 疯狂吞噬起来 马德 本帝和你拼了 石荒大帝 再无先前的傲然 疯狂燃烧体内本源 要撑死魔力 罗侯魔祖 助我 魔力怒吼出声 庞大的大帝 本源他 一时无法彻底炼化 当即朝着身体中 罗侯魔祖疯狂灌输而起 我草 罗侯魔祖一下子眼珠子瞪圆了 轰 他的身体瞬间膨胀 好似吃东西噎到了 浑身痛苦扭曲 面色胀得通红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魔力这个王八蛋 他干的还是人事吗 哄 石像鬼祖四大强者 连同魔力 罗侯魔祖 与石荒大帝疯狂死拼 而在石荒大帝被困的瞬间 死海上空九名近空大阵所在 石殿炎帝和五岳明帝 分别对峙秦晨和使魅大帝 看着下方好似没了动静的死海 一脸阴郁 这石荒大帝怎么回事 按理说 早该冲出来了 不会是又被困住了吧 你们几个下去看看 那石荒大帝到底怎么回事 五岳明帝和使魅大帝对峙在一起 而另一边石殿炎帝又迟迟拿不下秦晨 两大的当即转头看向修罗道祖几人 低喝说道 是 大帝 修罗道祖和判官鬼王对视一眼 轰隆一声 当即带着麾下众人潜入死海 去支援石荒大帝去了 至于你们 紧接着 五岳明帝看向在场其他驻地的领袖 目光陡然闪过一丝寒光 你们中不少人体内应该也有大帝印记吧 还不速速激活印记 召唤自己背后大帝投影降临 这 在场 在场诸多驻地强者不由纷纷变色 五岳明帝这是要让他们背后的大帝投影降临 来当他们的小弟 怎么 你们不愿 五岳明帝见状 瞳孔陡然一缩 一丝寒意爆发出来 顿时不少驻地强者闷哼一声 嘴角溢出鲜血 他们神色惶恐 不敢怠慢 连引动自己脑海中的大帝印记 轰隆 刹那间 在场有几尊驻地领袖身体中 隐隐有一股恐怖的大帝气息弥漫 伴随着他们体内的气息激活 就看到无尽天际之上 隐隐有一道道虚影 要穿透无尽的明界虚空投影过来 降临死海上空 嗯 又有大帝投影要降临 秦晨脸色顿时一变 光是五岳明帝 石殿炎帝和石荒大帝三尊大帝投影 就已经让他们一方捉襟见肘了 若是再来几尊大帝投影 那他必然危险 哼 没有本座的同意 谁允许你们降临了 九名净空大阵 起 秦晨眼神猙獰 一声怒吼 陡然点亮脑海中 九九八十一根阵柱 哼 顷刻间 整个死海上空 无数阵光涌动 浩瀚的空间气息弥漫出去 那九名净空大阵被瞬间完全激活 无数的符纹流转 像是形成了一道诸天大阵 哇 阵光涌动 将这一方天地虚空 死死禁锢 隔绝一切的力量穿透 扑扑扑 那几名原本正激活印记 召唤大地投影降临的驻地领袖 顿时闷哼一声 脑海宛若遭到重击 眼前一黑 一口黑色喷出 瞬间失去了 和自己背后大地的联系 而那些原本悬浮在天地间 即将降临的大地投影 也如同梦幻泡影一般 瞬间破灭 竟然完全激活了九名净空大阵 十殿炎帝和五岳明帝惊怒 看着头顶上的大阵 此时此刻 不仅是那些不曾凝聚成型的大地 投影破灭消失 就连他们 也失去了和本体之间的联系 九名净空大阵 乃是他们当年所布置的顶级大阵 可困住大地强者 一旦彻底被激活 所有被困其中之人 都如同论中捉鳖一般 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 可今天 这么一个恶果 竟然落在了他们自己身上 而在九名净空大阵 被激活的瞬间 秦晨身上 也瞬间出现了一道裂纹